抗兔藥 你問我有沒有效 在剛開始使用的時候有效 它是幫你維持住你的頭髮 問題是它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障礙 在家裡其實 我有時候就把它拿下來 你也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不會 臉只要好看就沒有差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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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r來了 今天有個小助理 咪咪 大家好我是咪咪 咪咪是雙胞胎咪咪 小哥是你的 哥哥 雙胞胎哥哥 好的 歡迎妳來到我們的 YouTuber提問箱 今天這個問題是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喔 YouTuber你好 请问YouTuber有吃过抗突的药吗 感觉是雄性 如果有的话 在开始带假法之后 还有继续用药吗 有啊 我当然有吃过抗突的药 你会不会很怕吃药 我有时候会很苦 就是会苦苦的 那有时候会甜甜的啦 甜甜的 我告诉你 还是有意思 所有的药物呢 你有没有听过 嗯 限药三分毒 所以呢 我吃过药物 而且我吃了至少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抗突的药 你问我有没有效 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效 它是帮你维持住你的头发 问题是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副作用就是会让你食欲不振 就是无精打采的 甚至会有一些男性上面的一些障碍 曾经服用柔配 而且出现过性功能障碍的男性进行调查 发现百分之九十六的受访者 就算停药一年 还是没有恢复性功能 甚至恶化 功能上的障碍 所以我后来就停药了 那你说黑袋夹把之后 他会不会再吃药 没有 因为我说过建药三分毒 我其实是很排斥药物的 好他就继续问说 他今年二十四岁大概从十七岁开始 罚量明显的变少 属于弥漫型的雄性突 最近因为学业压力大 所以开始调罚 目前在思考要治疗还是要戴假髮 还是干脆自然就好 那有几个考量点 就是第一个费用 治疗会不会真的有效 还有就是假髮 平常去健身房 流汗 会不会头皮闷痒 会不会有不自然的感觉 我可以跟你回答是说 第一个我不建议你吃药 因为我觉得吃药 对身体就是一种伤害 就是一种负担 而且到底有没有效果 也不知道 对你来讲 是百分之百 一定可以恢复到原状 不晓得 但是 确定是说对身体 一定是会有 多多少少少的伤害 我挣扎了 应该有八年 八年有 对 这个时间我觉得 吃的也好 擦的也好 我真的就觉得 其实不太需要让身体承受这么多 真的 那些化学的东西 不太建议 就是有这样的罚友们 他们有问题再去吃药 因为后续的副作用伤害 好大 第二个就是说 考虑再加法也是自然就好 这两个没有冲突 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 即便我秃头我也觉得 无所谓啊 那没关系啊 我也不需要再替自己加分 我缺个牙 我不需要做个假牙 那也没关系啊 那是个人的自由啊 但是 我还是要讲 如果说你自己有头发的话 是最棒的 会建议你可以考虑 打粉 或者是使用科技夹发 像我认为科技夹发 是非常好的 可以洗头 可以游泳 各种剧烈运动都可以去做 那流汗的话 你不用担心 其实我平常在家里 如果有运动的话 也是会流汗 对你有看过吗 有 你有没有掉下来的头发 不会有冲突啊 不会有冲突啊 而且 在家里其实 我有时候就把它拿下来 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啊 因为 因为人其实 脸 只要好看就没有差 这表情有点尴尬 好 所以呢 你不用担心 做任何剧烈运动 都没有问题 好 以上就是我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 希望对你会有帮助 我们期待 VTuber的下一集见啰 拜拜 拜拜